那长幼之间 上下级之间 由于年龄 资历 身份都多方面的原因 在交谈当中很容易造成一种不和谐 不舒畅的一种现象 那尤其是作为谈话主体方面的长者和幼者 上级和下级谈话时 往往因为所面临的是比他小 比他资历浅的小自辈 则更容易无所顾忌 不讲方式方法 那是交谈 面临的组织不欢而散 长幼之间 上下级之间在谈话 一些严肃的问题时呢 我们是要讲究硬化软说的道理 那不能使用压迫 更不能使用审查式的交谈 谈话要走心 不能走形式 不然的话呢 理谈你的 他做他的 那不利于工作开展 那当我们要说服长辈 甚至上级的时候呢 我们要讲道理 只要你拿出足够的道理 证据能够使他们相信 他们就会改变主意 那转而接受你的意见 我们不能一味的说 我就要这么做 你不懂我的想法等等 那正因为他不懂我们的想法 才要问嘛 所以呢我们交谈 要有利有据 不卑不亢 对吧 与异性交谈是极其微妙的 不同于恋人之间 也不同于夫妻之间 那由于性格的敏感性呢 我们在同异性交谈时呢 特别容易感到性别的差异 因而呢 自觉和不自觉的 来抑制自己的情感 来影响自己的表达方式 那聪明的人呢 在与异性谈话时 往往会恰到好处的 选择一些生活的趣事 或者是女性感兴趣的话题 来拉近彼此间的距离 那产生共鸣 增加亲戚感 比如聊一些轻松的大众话的话题 另外 和异性交谈 要比你和同性交谈 要倍加流行 因为第一 他对你不了解 第二 又有与性别的关系 对吧 往往谈话之间呢 特别谨慎和敏感 所以呢 你一定要重视 任何可以得到的线索和暗示 随机应变 来调整你谈话的话速 和谈话的方式 以及谈话的话题 那值得注意的是呢 很多异性在与你交谈时呢 往往都会采取 是或者是不是 作为简单回答 那这种情况 往往有连种可能 第一种 他对你还不够熟悉 那第二种呢 你谈的话题 他不感兴趣 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我们一定要找到 他感兴趣的话题 拉近彼此间的距离 我们先聊些题外话 对吧 等大家有了共同话题以后 我们再聊主题 那往往更多的女性呢 他一旦 这个感兴趣话题以后啊 就会一发不可收 那么 与异性交谈 切不可 过分热情 那否则啊 会使对方产生误会 产生暧昧之嫌 那可就不好了 关于如何与不同人交谈 今天教大家一招 和上级交谈呢 我们一定要注意分寸 不卑不亢 和下级交谈呢 不能摆老资格 给予对方足够的尊重 多聆听对方意见 那么和连长者交谈呢 我们一定要善于聆听 及时对他过往的经历啊 给予赞许和表扬 那和女性交谈 千万不能产生暧昧之嫌 要投其所好 找准话题 那当然最后的成交 就不在话下了 好了 那今天呢 我们就分享到这里 喜欢我的朋友 关注转发